刚刚有媒体报道,卢卡申科全家突然逃离了白俄罗斯, 这中间发生啥大事了,跟美国勾兑呗,跟欧洲勾兑, 实际上白俄罗斯是完全被俄罗斯普京,普京的自己的黑手党控制的。 你知道卢卡申科这个是个流氓, 他到盘古吃饭的时候带着好多旁边一堆人住在那儿, 跟那些人勾兑的时候搞房地产的时候弄了好几个四合院, 此人急楼,这个王八蛋就瘫到他公开就要, 哎,这什么东西啊,这多少钱啊,这都哪弄的, 我咋没见过人,看旁边人,你们卖不卖, 人家说这酒店的不能卖,回头来不管多少钱都买走,都拿走。 这个是瘫的无厌的,这整个白俄罗斯就被他彻底给强奸了, 他唯一的打手普京洗死黄,这小的罪恶累累,杀人无数, 现在普京要借他到,在乌克兰干仗,美国呢欧洲肯定说, 大概春节前嘛,白俄罗斯的咱们的朋友说, 七哥我怎么办,快搬走啊,要不然把你打烂了, 要不然卢卡申哥跑了你们内部乱了,快走啊, 走了以后再回去再选举啊,咱那哥们现在一家子全部到了英国, 然后他走了以后他肯定回去,而且他那块的资源矿产, 还有曾经的一带一路项目腐败至极, 他那边有个叫阿尔勒汤,整个那个汤里面全都中国人, 腐败至极给钱都办事,乌克兰战争一定会赢, 白俄罗斯必须拿下,周围国家必须拿下。